謝謝主席 謝謝媒體朋友 大家辛苦了 主席 我再請一下張部長 好 張部長 李偉好 部長辛苦了 謝謝這一陣子為這個 房地產的稅制 不斷的 來費心 我想 已經 就這一屆立委之後 我們就不斷的在談論這個話題 尤其你上任之後 我們也不斷的好幾次 大概我們都可以同意 處理這整個 大台北地區 這個過高的房價 這是民怨之首 十大民怨之首 我想這個各方面的 民調或者各種數據 都證明了這個 之所以年輕人會受不了的原因 所以我們才幾個方面 譬如說金融面 金融面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利率還是貸款成數的管制 財稅面 還有這個就是 直接攻擊 剛剛你也都提到了 合宜住宅社會住宅的直接攻擊 大概這個三大刀 都要同時去處理 才會有效的 逐步的來調降 這個過高的房價 我是認同逐步的處理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因為你這個 建築的能量也不可能一次 一年就蓋了十萬戶 不可能嘛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來 這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但是剛剛廢委員有講 也不要物以善小而不為 對不對 我們有我們的職責 財稅的方面 那在稅制方面 又有好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交易稅嘛 所得稅嘛 還有持有稅嘛 其實這個鋼舉募章 其實是逐步的 很堅定的 但是很有系統化的來處理 一定會讓這個社會覺得有期待 我想我們就這樣來做 那麼 像新加坡的話 新加坡他這擴增這個稅率的急距啊 他最近幾年處理得不錯 成效是不錯的 他的自用住宅是由三級變成九級啊 非自用住宅是由一級增到六級 而且他的稅率 最高稅率非自用住宅是從六趴提高到十五趴 2015年明年要提高到十六趴 那麼最高稅率非自用住宅的部分 是從十趴提高到十九趴 2015年提高到二十趴 這是因為我們今天在處理這個持有稅 所以就舉這樣的一個數字來參考 其他的交易稅英化稅呢 我們今天就暫時不談 那我們不要忘掉 新加坡他在處理這個 他同時間 將近七成到八成的國民啊 是有國民主屋的 是 動作的是十幾棟 二十幾棟 我昨天看到 福州這個合宜住宅啊 三十七棟 我看到那個量體 雖然是說是出售 在政策面啊 不是很符合是用只出不售的這個立場 但至少在第一步 能夠這樣最高大概在一千萬左右 低的大概四百多萬 至少在大台北地區 中產階級或是青年 可以買得起 我覺得踏出第一步 我還是蠻樂見這樣的一個方向 是 那剛剛國有財產署署長 莊署長是不是也能夠上來一下 好 莊署長 謝謝主席 這個 過去三年來 地上泉在台北市地區啊 大概有幾塊地 是地上泉標售 還是 就標售這個地上泉 給這個建商去蓋這個房子 我們 過去三年啊 那應該是從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年 我們推出的 然後才有一個市場 那大概有十幾中 十幾比 是十幾中市 好 但是因為這個標售給廠商之後啊 他還是賣兩百萬 還是賣得很高 我想剛剛某一位委員 我現在忘掉哪位委員 也特別提到 台北市而且部長你也提到了嘛 其實年輕人他集中在台北 我們念大學的時候就一個 一張床一張桌子對不對 住在宿舍裡面這樣 結婚之後小小的一個套房 也可以先住嘛 所以年輕人 你在度會裡面 有讓一些有創意的年輕人住進來 年輕人比較重視公平 你知道他有機會 你國家來蓋 那個一個小套房 幾坪 他住在那邊 譬如說你量雖然不大 可能先有個一萬戶 全部來講的話 他還是五千戶 他大家抽籤 抽籤機會公平 抽不到人沒辦法 抽到人 也有一些 各種人口集中在都市 這個都市才會多元 才會有創意 所以我認為 地上權標售給廠商這件政策 要來調整 要來修改 部長你贊成嗎 我同意 你同意喔 好我想這件事情 謝謝莊處長 就請回座 我想這一個是重大政策的調整 這個讓都會裡面 各種人口都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 你不用大嘛 可大可小 那我們這樣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有關今天我們所談到的 這個持有 所以這個 我想部長你剛剛已經很明確了 就自住房屋 和非自住房屋 就讓它分類 所以集聚也可以分類 這個大方向我們同意嘛 很明確就是政策方向 好謝謝齁 這樣的話才不會地方 我們過去1.2到2 地方都取1.2嘛 是 你說對不對 是 台北市還勉強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全國其他地方 因為你 你房子的價格是不一樣的 在那個 不同的地方 他其實在 為什麼這種稅要地方稅 他就是 部長你所謂的因地制宜 在他的房價裡面就處理到 就處理到這一點嘛 但是稅率本身 如果公平的話 其實影響不是太大 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他本身在那個 那個那個 這個房價本身 就顯現了 地區的特殊性 我這樣 大家同意 那麼 某一個週刊 就 這三年來 一億以上的 這樣的擁有者 這個調查 就是剛剛我有稍微提到的 30 大概去三年來 賺 20%到30%的 所得增加 30%的 有30%的人 一億以上的人 有30% 大概 所得增加40%的 有34% 一億以上的人 有賺34% 這兩個加起來就超過60幾%的人 這60幾%的 一億以上的財富的人 這三年來的增加這些財富 六成是來自房地產 所以處理這一塊 他們不會抱怨的 他們也認為他們應該要 增加這個稅 對對他們來的 不是太大的負擔 整個社會會較好 我想這幾位委員都肯定這個方向 部長就是勇敢的 確定這個政策 就勇敢去處理 所以我們就說1.2到2 就是不變 我們這一塊 就是說 自助房屋不變 這是確定的 就是在非自助的部分 我們來調高 我想我們的社會接受度 應該會很高 你同意吧 我們再來處理 那麼這個地方1.2到2 如果地方政府 我們鼓勵他 不同的地方可以去處理 但是如果他的話1.2 因為自助我們基本上 是尊重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和這個 有不同的range 不會說你以前的話 大家當然都 地方民選的政府 一定是這樣做的 這一點為什麼說 郝龍斌市長在幾天前他說 控制房價的政策工具在中央 所以為什麼他會派副市長去財政部 給你請教拜訪 讓這幾天這個話題提高 所以我也認同 這個張副市長 就台北市的部分 因為全國的將近七成的財富 集中到大台北地區 這讓大台北地區 為全國的國庫 還是為地方的政府的這個公庫 增加一些稅收也是應該的 所以他主張到3.6 我想這一點 等一下我們在 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就技術面來處理 我們先就政策面 先確認這個政策方向 謝謝 再來部長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也是也是和財政部的權責有關的 就是說我們在提供合宜住宅 或者是社會住宅 這個它本身所使用的經費 其實它是 它不是說像流水一放出去收不回來 它是一個循環性的基金嘛 所以這個部分 譬如說我們一年 昨天我們去看福州這個 421億蓋4500戶 假設1000億的話 蓋個1萬戶 差不多這樣的一個範圍 1000億 10年就是10萬戶 10萬戶就相當可以處理很多 我們是幹崗作用 因為幾個政策工具 剛剛三個大方向的政科工具 都同時進行的話 它幹崗就可以讓這個軟著陸 慢慢往下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有的人都講 啊政府財政困難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這個部分 直接攻擊的部分 我認為不對 因為這個部分的 的舉債 即使政府暫時周轉 從人壽方面的很多的錢嘛 好幾兆嘛 暫時借一下 這個部分 它並沒有在舉債上限 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 不會構成這所謂的 財政困難 這樣的一個 藉口 部長你同意嗎 其實財富的部分有很多方式 剛剛委員提到受選 其實 如果受選 我們願意讓它做 這個 只租不售這個業務 也讓它經營 它也很願意啦 那租金嘛 政府來管制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一定要政府蓋 因為時間到了 是 我只要確認 即使不通受選 就是政府來周轉資金 這個也不是在債務上限的問題 這個是自償性的啦 對 不是在沒有債務上限的限制 我是要確定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不要 老是用這個做藉口 我們沒有辦法推出好的公共政策 以上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